這首新歌其實就是brainstorm的Tim Burton 我一直都很喜歡Tim Burton的創造世界 無論是他畫的畫作 或是他做的電影 我都覺得荒誕得來 但他又帶有一些很獨特的魅力 就好像套用到我自己做音樂方面 無論我自己做什麼音樂 堅持做自己的音樂 最後就可以看回頭 你就會建立到一條屬於自己的音樂路 做歌的班底 作歌的就有T媽 作詞的就有中雪 跟T媽和中雪這兩個單位合作是很新鮮的 T媽很快就會想到一些很有趣 市面上又不是很常見的一些 melody 而中雪就更加是 因為每一個錄音的session之後 我都會 你聽聽有什麼要改的 他都很肯去改 而歌詞裡面還放了一些Tim Burton電影的元素 是我自己很喜歡的電影 也很有畫面 今次這首歌就有很多特別的造型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內心都住了一個很開心的小朋友 而小朋友呢 對於這些玩具 有很多恐龍 拳杖 車 然後有很多珠寶啊 小時候我相信每一位小朋友都有扮靚啊 貪玩的一面 這些就代表著在MV裡面的角色 對於他內心的一些慾望 把這些慾望放在身上的時候 其實就代表每一個人都有這個慾望 而我的妝呢 都挺特別的 是沿著一個畫家Painting 在我的臉上畫了一些不同的彩繪 比較一些瘋狂的角色 在MV場景上 主題我和導演談完之後 從一個地方去蘇醒 然後再帶大家去參觀由我這個角色 去創造出來的一些地下收藏室 而裡面你看到那些人呢 眼有口鼻是畫在不同的地方 其實某程度上他們就等於 我在MV裡面的創造的一些角色 我創造的人 而每一道門通過其實就好像帶聽眾 去逐步去深入我自己內心的那個收藏世界 那最後呢是想帶出一個訊息 就是其實你無論是 可能你會被世界遺棄 又或者你會被社會遺棄 被人杯葛 每個人說你怪也好 其實你堅持去做自己 我覺得就會建立到一個屬於自己的性格 要相信多些自己 我都是一個怪怪的人 因為我喜歡玩 然後經常的行為都有點怪異的 經常都大叫 然後之後步走 就是打牌自摸 我有時都控制不了 喜歡玩 玩起來就會很瘋 用自己的魅力去感染別人 進行下的影片 鐵打牌 蜿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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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去看